刘培圆的英文教室 正确发音频第84期 我现在8个YouTube频道 看到的话帮我按个订阅 我们看看这些正确的发音 我们讲正确的发音 这个圆圈是circle 这个音不好发 就是舌头往最下面走 circle 我们一般念不到这么下面 念到中间circle 它最下面circle 就像地球 地面earth 或者像叫上church 这些特别往下走 所以为什么美国念那么准 它很多音啊 它舌头在里面晃得很厉害 有时候舌头往上往下 往前往后 大卷色中卷小卷色 但是因为舌头在里面 你看不清楚 看不到 所以那个 你不知道它怎么发的 可是呢 它这个舌头是动得很凶 位置 可是它因为是它母语嘛 它讲习惯 那我们不是母语 所以我们必须要特别去强调 哪些音怎么发 不然的话 你光是学那个西洋歌曲啊 可是西洋歌曲有些你学会啦 可是那个其他 歌词里面没有的英文 你还是搞不懂啦 或者你说我学电影啊 跟什么 可是它 它也不是每一句都有 所以我们强调 我们的视频是系统化 每一个字都跑不掉 所以我们把每个 比较有问题的 大家比较会发 我们就不列出来 就是大家有问题比较多 一个字都跑不掉 照妖镜 全部都不要跑 Circle Circle 那这个L 这个音标呢 在前面就是L 后面这样一个惊叹号 它是在前面 在后面啊 L 这个L在前面是 是那个音 那这个L是发在后面 就是半卷 这个叫半卷声音 Circle Circle 所以这要多练习 这个 这个是巡回的 它也可以当电路 那我们一次只讲一个意思 重点是在讲发音 不再讲它的意思 Circuit Circuit 就是巡回的 巡回 巡回演出啊 巡回演讲啊 巡回表演啊 这些 Circuit 发音跟这个Circle一样 都是非 不但卷舌 而且是音发在最下面 Circuit 它也可以当形容词 也可以当名词 Circum Snap 这个字也不好 这个字常用 可是发的准 不好发 Circum Snap 第一个难发是 这个音在最下面 Circum 那第二个是大卷舌 蝴蝶音 Snap Circum Snap 这个字 老外就发得很漂亮 那我们就发不太出来 就这个原因 Circum Snap 所以你听到老外 它音很漂亮 就是它大卷舌 中卷舌 小卷舌 分得很清楚 然后音呢 我们音 很多那个母音啊 它其实是两个音标 可是我们都 说是一个长一个短音 我们搞不清楚 所以这就造成我们 没办法像老美 念得那么标准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频道 就专门教大家 怎么样发音像老外 当然你不一定 百分之百学得像 也是他的母语 但你学个 七八分像 是非常可能的 Snap 这个 马戏船的Snap Snap Snap 你看这两个都是 那一般就不会分了 S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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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都一样 不一样 第一个是往下面走的 Sir 第二个才是一般的 Circus Circus 两个不一样 那你两个都念成 往最下走 Circus 也太夸张 两个都念 不是往下 往中间走的 Circus 这个发音也不到底 Circus Circus Snap 我们一般就说 那个 引用啊 这动词 这个Snap 这个应该 选错 这是动词 就是去引用 人家什么文章 用Sight 那为什么呢 你看 这一般就是C 怎么念呢 C有得念K 可不可以有个人念成Kit I不是一般念E吗 不是 所以我们就是说 自然发音 有别人念边 不一定 他可能念成Sit 或者Sight Kite Kit 他是念I 所以 所以音标 每一个字母 他念发什么音 他真的 也没有什么规则 你说一定要固定 我看这个字应该什么 银群链死得很惨 Sight 引用Sight 第一个C是念S 第二个它这个I 它不是念E 不是念Sit 它念Sight 所以很多字 我们把它特别列出来 好 那我们看 我们随便学一下什么意思 Circle A continuous curve line to the points which are always the same distance away from a fixed central point of the area inside such a line 就是一个连续的一个弧形 弧形线 因为圆形嘛 连续的弧形 它封闭的 这个points which are always the same distance 就是从它一个中央的一个固定的一个中央点 就是圆形嘛 到那个圆弧的任何个点 它距离是永远相等的 才叫圆形嘛 因为它不是椭圆形 它圆形椭圆形就不一定 椭圆形是oval 那这个圆形是circle or the area inside such a line 或者是它里面的空间 里面的圆圈里面的部分 我们叫圆形或者圆圈 the continuous curve line curve也是跟这个一样 这个舌头最往下 curve line the points are which and always 这个大卷蛇 always the same 这个就完全不卷蛇 distance 这是带耳的硬 distance 你看这个学问很大 away from the fixed 你看这个也是带耳的硬 fix central 半卷蛇 point the area 这半卷蛇 inside such a line 你看 学问多多大 我们再练清楚一点 a continuous curve line the points at which are always the same distance away from the fixed central point or the area inside such a line 你看中间 你看它这个一般认 可能念不准的 可能念不准的 这个 money 第一个curve 第二个 always the arm 第三个sing不卷蛇 第四个 it 第五个fix 第二个central 半卷蛇 第七个area 这个第八个such 它不是such 它不是ar 不是那个卷蛇的ar 它是不卷蛇的ar 带耳的音 such 跟那个儿子太阳一样 sun 不是太阳跟儿子同音 不是上 不是上 它是sun 你看这个也是一般自然翻译 搞不好它念成ling 不是line 所以这个翻译的学问很大 比如说举例 he drew a circle in the rectangle and a piece of paper 它这一张 只是不可数的 它没有s 可是你一定要一张两张 我们就a piece two pieces 那边可以加s 它画了一个圆圈 给一个三角形 在一张纸上 he drew a circle in the rectangle on a piece of paper Rectangle 这个也是半卷蛇 Rectangle Nous circuit Circuit a series of performance sports events lectures ecential that the herald done at many different places 就是一连串的一个表演 Performances 运动的项目 运动的表演 运动的竞技 lecture演讲 ecential等等 它后面要加一个 period 加一个点 那我们后面再加那个 看嘛 这个 斗点 那他们是呢 在被举行 或者是完成 在许多的 不同的地方 我们就是巡回 巡回 巡回表演啊 巡回演讲啊 法官 还有一个法官 那巡回判案 也有 因为有些地方 没有法官 地大物博 有些法官巡回 去审案 a series of performances sports events lectures ecential that the herald done at many different places 看例句 Helen would join the coming women's tennis circuit 巡回赛 这边就 不止巡回 巡回赛 哈伦将会参加 coming 就是 即将来临的 即将举行的 女子网球的 巡回赛 Helen would join the coming women's tennis circuit circumstance 就是 the fact the event makes the situation the way it is 就是 circumstance 我们一般中文讲 说这个 情况 在什么情况之下 under any second stance 这个事实 或者event 或者一个活动 一个事件 就是让一个 situation 让一个 情势 照着她 这个目前的情况 the fact the event that makes the situation the way it is Pamela will attend your birthday party under any second stance Pamela呢 将会参加 如果 ATD&D就照顾 A-T-E-N-D就参加 一个A一个E 意思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很多英文字 差一个字母 常常搞错 在讲你的 那个生日聚会 甚至派对 甚至宴会 在任何情况之下 Pamela will attend and your birthday party under any second stance A-T-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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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t typically includes traveling show 就是一个旅行的 就是一个旅行的 因为那马戏团呢 跑来跑去 以前做一些那个 用马车 现在用火车 或者货车等等 那货车很大的 在高速公路开 那通常是perform 它是表演 在一个Tent 一个大的帐篷 应该叫个Big Tent Big Tent 那通常呢 包括 typically典型的 通常包括呢 受过训练 它加日一地 过去分子 表示被动 训练过的动物 所以以前最早叫马戏嘛 它是马 在圈圈里面 跑来跑去 然后美女呢 有时候骑在上面 有时候拿个鞭子指挥它 最早叫马戏团 就这样过来的 Circle 它跟那个Circle 意思相关 它是Circle是圆的 马戏团最早的场地 都是圆的 现在也是圆的 一个小丑还有杂耍 Aquibet 是杂耍 但是都加一次 因为有各种不同杂耍 各种不同的小丑等等 A traveling show A show that is often performed in a tent 因为它们还有娱乐性的 entertaining 马戏 马戏秀 马戏表演 In the very beginning In the very beginning Circle says were famous for their entertaining Horror shows 比如说我们设计会 拔劫 Sight 引用 To mention something is a proof for a theory what is the reason when something has happened 就我们特别提到了 就是 有些事情它有证据 作为一个证据 所以我们 意思很多 它也可以是引用 也可以是举证 意思很多 就是对一个理论 提出证据 或者是一个原因 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 就是我们引证 举例 说明 这些意思 To mention something is proof of a theory for a theory where is the reason why something has happened 我们看例句 Can anyone cite the reason why people should be equal 有没有人可以举个例子呢 说明这个原因呢 为什么人必须要生而平的 他讲讲理由 拿出实证出来 Sight 就这个 举例啊 引证说明 这些的意思 像八个YouTube频道 大家看一看 那我们把这句子念一下 我们就熟悉一下 熟悉一下 这个正确的发音 He drew a circle and a rectangle on a piece of paper He drew a circle and a rectangle on a piece of paper Circuit 就是熟悔 或熟悔的名词 我们就讲名词了 我们只写一个 就是越单纯越好 重点是发音 Han will join the coming women's tennis circuit Tennis 换射卷一半 这个 黄秋换射卷一半 Han will join the coming women's tennis circuit 这个 circumstance 是环境那例子 Pamela will attend your birthday party under any circumstance 在任何情况之下 任何情况 under any circumstance Pamela will attend your birthday party under any circumstance 马来西团 In the very beginning circuses were famous for their entertaining horror shows 所以这个有时候为什么打击 那horrors 是最卷舌的 那show是完全不卷舌 所以这个大卷舌 超级大卷舌 跟不卷舌之间 除非是 英文讲得很溜 或者是状况很好 不然常常有时候打击 因为大卷舌跟最不卷舌 In the very beginning circuses were famous for their entertaining horror shows 可是你说奇怪 外国电影啊 美国电影 为什么讲得那么快 这么溜 騙人的 他在加拿去本 一天到晚 念念了七百遍 三千遍 然后去那个 真的要拍的时候 又彩排 然后又cut 又一直吃螺丝 又重拍重拍 拍到最后 终于有一次拍得很好 就是我们看的 所以你到现场去看 又NG呢 又不行 这个讲了吃螺丝 那边又顿掉 那个表情又不对 好烦 搞不好这个荧幕 就三分钟的东西 他搞不好拍三个小时 一下男主角 讲错话 一下女主角 又讲的不顺 一下两个都很顺 可是两个表情都不对 所以这个 所以我们看的假的 那什么真的呢 新闻播报就比较正 因为新闻 它临时的 你不能重播 所以那个记者 播报员 那个主播 那就比较货真价值 他们英文 新闻系嘛 那演戏都假的 演戏有些水准不高啊 他是漂亮嘛 你说明星 又漂亮 又是哈佛的 可以讲清楚 到底哪些字 哪些母音怎么发 然后呢 哪些字 应该用哪些母音啊 大家看了 应该帮助很大 这一集讲这里